因为电影《复仇者联盟3》的全球热映,和耐人寻味的结局以及片尾留下的具有悬念的彩蛋,都使得《复联4》成为全球影迷关注的焦点。 近期《复仇者联盟4》又进入了补拍工作,很多演员都重新回到片场,包括钢铁侠的扮演者小罗伯特·唐尼,蜘蛛侠的扮演者汤姆·赫兰德,雷神的扮演者克里斯·海姆斯·沃斯,美国队长的扮演者克里斯·埃文斯等,其中当然也包含了我们的惊奇队长。 在电影《复仇者联盟3》最后的彩蛋中,神盾局的弗瑞局长的寻呼机的画面最后,定格在了惊奇队长的标志上,这也意味着这个全新的超级英雄角色将会在《复仇者联盟4》中登场,并扛起《复仇者联盟》复仇的大旗。 但惊奇队长从一曝光出来就饱受争议,最受争议的就集中在惊奇队长的扮演者布利·拉尔森身上,从爆出布利·拉尔森是惊奇队长的新闻一出来,就饱受大家的争议,特别是当大家看到惊奇队长的第一张片场照片后,整个网上就炸开了锅,甚至有网友表示这简直就是惊奇大妈啊。 不过,从漫威独具一格的悬角风格来看,漫威几乎没有在超级英雄演员的悬角上失败过,最著名的就是当初立排众议,放着当时名声大噪的汤姆·克鲁斯,选择了小罗伯特·唐尼作为钢铁侠的扮演者,再到成功发掘了斗森、克里斯·埃文斯等演员,让这些人一跃成为了好莱坞一线男星。 其实布利拉尔森是一位在电影界十分出名的女明星,曾主演过《房间》、《少年收容所》等多部经典电影,并凭借《房间》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,因此这次选择布利拉尔森作为惊奇队长的扮演者,或许也是正确的一个选择。 我们应该相信漫威高层级导演组的眼光,最近,在补拍阶段的复仇者联盟4,又爆出了多张剧照,其中就有这位悬心的超级英雄惊奇队长。 不过,从剧照来看,在镜头下的惊奇队长其实并没有片场照片中的那么丑。 剧照中的惊奇队长非常有感觉,同时非常具有一位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,应该有的气质和气场。 相信在看了这几张剧照后,再也不会有人怀疑金奇队长布利拉尔森的颜值了吧。